哈喽,我是大高师小贤贤 河南河北这两天也下雪了 温度都已经降到零下了 当然我们这里也降温了 现在早晚出门上下班就是零下20度左右 半夜最低是零下25度左右 如果再刮一个风 那体感温度还会再降几度 还好就是室内是暖和的 这里冬天供暖要供半年的 今年是10月3号开始供的暖 往年应该是五一往后才开始停暖的 前两年五一过后还飘了点雪呢 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都是冬天 所以这里挨家挨户都有暖气 其实东北挺好的 只要大冬天不用出门 在这里生活还是非常安逸的 别的小区我不知道 我住的这个地方室温都是在25度以上的 店里边的室温一般也都是20度左右 一点都不会冷 就是室外待不住人 一般出去几分钟就会通透 但是你随便找一个楼道暖和一会儿 然后还能再继续前行 最最最最冷的时刻就是等红椒的时刻 站在那一动不动的被风吹着 那简直就是两分钟就能把人给吹透了 我记了张卡片 笔只是感觉 手牵人叫永远 像是你又滴了一杯热咖啡 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 我记了张卡片 我记了张卡片 画你的笑脸 写祝福的留言 请把我的名字抹念一百遍 好梦就会沉迷水心实现 本来这款造型做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就差写点字 但是顾客要配上草莓熊的插件 安排 南方的小伙伴说想看雪 但是这些天一直没有下 终于打到一天下了一点小雪 赶紧出门给你们猜一下看看 中午吃顿小烧烤 以前给这么走也不怎么爱吃烧烤 来这里之后发现真相啊 回来继续看表画吧 就这样爱着你每一秒都珍惜 希望你也都定出尽彼此生命 曾经走过的一点一滴 换一句我愿意 想把未来每个今天都为你占有 想让星光偷走你的迷茫和返忧 阳光唤醒梦的尽头是你的温柔 呼吸轻轻落在我的发迹世界变得沉寂 后面两款是难得一遇的简单款式 学员在画他喜欢的龙毛 奶油双画画真的需要那些 班堂蝴蝶结 刻字 堂牌也都完成得很好 而且这么冷的天还有人跑来消息 真的出乎意料 之前的半截挡雪布被风刮断了皮筋和狗子 坤又安排了套棉车衣 车衣真的太大了 一个人批太费劲 但是批上后觉得莫名安心 对这个闲眼包很满意 拜拜了 下期再见吧